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欺人欺语,日事催闻》 我今天说一句话给各位听 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有一部电影在上世纪三四十年开始做 做到现在很多时候偶尔 特别是那些乡下的其他基层剧团都做的 叫《金叶菊》这部电影 《金叶菊》是什么电影? 说什么? 《金叶菊》当然不用问了 家里有个老婆严傻 又被奸人含害,杀了老公 经过波折,最后为她申冤大团圆 这些当然是这样的 《金叶菊》为什么会这么文明? 做到这么多人都知道 这些原来被人寿年班 《花旦王千里驱》做的主角 就是做剧中的女主角 《悲剧胜手》它叫做 为什么叫做悲剧胜手? 就是由这部电影奠定基础 听说里面有一场戏 我没看过,对不起 《千里驱》我没看过 几十年前的,你走了 它说什么好戏呢? 它里面有一场叫做《独家书》 老公写回来一封家书 即是说家书 说他死了不行 那他一路读《独家书》 读就是不用唱的 一路读呢 那些观众就听着他一路那封家书 他就声情并谋读到 那些观众跟着他哭的 所以叫做悲剧胜手 这个名字 那些报纸按它 即是说千里驱 专做苦情戏 做得引到观众哭的 那很多妻子当然去看 看的就哭了 那些班主想想 这个戏可以 人家看千里驱 那些观众就哭了 在门口 凡真你们买条片去入闸 看今夜报那晚 就在门口 一见到有妻子来 有些妇女来 女性来 就派一条手跟仔给他 那今晚你一定哭的 我派一条手跟仔给你 给你抹眼泪 那时候没有纸巾 派一条手跟仔 咦 更加厉害 宣传 咦 看金业局要派一条手跟仔 那些媒体更厉害 那些媒体 这些报纸 你猜怎样登呢 登了一句 若要乌看金业局 哇 大家都说 若要乌看金业局 很多人不想抒发 宣洩自己的感情 看他怎样苦 去到 他做戏 你陪着他哭 咦 由于这样 就出了名 出了名的戏 流传到广府 多一句俗话 什么俗话 有些人遭遇很惨 就告诉他 这边怎样 这边用苦过金业局 就是说明白吗 这两句很惨 对不对 一套戏能够有这么大影响的 古时有金业局 现代的粤剧 什么时候创造一套新的戏出来 能够这么感染观众的呢 这个就是我们勉怀历史的原因 粤剧传统 戏与戏仁 各位 再见